名字是3D Scanner 現在示範了如何使用TOF Gamma 使用3D Scanner 開啟了DED Scanner這個功能 它就要將 要掃描的物件在圈內 首先要適當位置和適當距離 在開始就掃描 按一下記錄 它就要上場 要慢慢地 360度 把眼前的小型 掃描一次 現在它就要圍著一個圈 再轉圈 讓它и 掃描完成後 然後呢,再按開始 那它就會自動去製造那個3D的模式出來 那其實呢,你會看到那個速度呢 都算快的 那... 等一等 再等它確定 那現在呢,就會看到那個3D Version 的公仔呢,就在它的手機上面出現了 而且還可以 attach 出去呢 那就可以... 令到它在其他的地方都用得到 那就等一等吧 對啦,那就會呢 令到它可以呢 在拍照或者拍片的時候呢 那它的3D模式呢,就會跟著它的動作去動啦 對啦,現在就可以看到那個3D公仔呢 就會跟著拍片的人 那個動作呢,一起去同步做動作的 所以現在你已經有錄像的影片 yes 做的 拍照